大家, 各位, 看看這裏有一個很舊的短片, 應該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了, 是由太極西家海念和他的徒弟Kenny, 一個西人, 一個華人師傅, William Hall, 師傅和他的徒弟在表演這套太極的雙人對念, 有些人叫做散手對打, 這個是慢動作,是吧? 黏煎連錘,不雕不頂,這個是屬於太極的典型的了, 大家可以注意看那些手, 黏著手跟著那些圈走的, 那這一套對打呢, 我還加了少少八卦掌的步伐, 即是走狐瀑, 這套雙人對練的太極散打這個散手這個方, 有很多師傅都有做過的了, 但是各有不同的味道, 是吧? 這個是我和我徒弟練出來的,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動作都是很連貫的, 很連貫的, 當然,從這個慢訓練到快, 不要用力, 我們說太極拳是借力打力, 順勢借力的, 所以是不主張自己法力, 當對方法力的時候, 然後才借對方的力去做的, 是吧? 這個方, 現在給大家重溫一下看看, 可以比較一下其他的師傅, 比較一下目前的那些太極師傅, 是吧? 可以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這個喜色是楊式太極的, 攬著味單編, 是吧? 那麽在目前, 最近這十年八年, 那些太極師傅已經變得, 可以說得, 那些推手、對打、搏擊, 都是鬥力, 所謂發勁, 有些呢, 就用一些, 所謂的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抽筋那樣, 叫做什麼? 人家說, 發揚吊, 癲癇病的動作, 所以, 很難說, 是吧? 那些, 那些發勁動作, 那些所謂的太極, 那些叫做內氣, 內勁等等, 唉, 總之一句說話, 五花八門不得有, 最近這十幾年的太極在中國, 假到離譜, 是吧? 總之, 我就不理太多, 我堅持, 道家的那種原則, 以油為主, 以油, 黑缸, 四兩化, 千斤, 以其人之力, 還治其人之身, 這些是我的, 練太極, 和用太極的原則, 當然, 健康最主要, 所以, 我自己也有得益, 是吧? 七十幾歲人的動作, 和年輕人一樣, 保持著那個, 手腳, 身體的靈活, 你看一看, 這些就是, 道家的, 以油為主, 輕油, 但有銀性, 我們不需要注重於用力, 什麼法徑那些, 我們不需要注重那些, 是吧? 我們再看一次, 看得到嗎? 是吧, 我們慢慢再研究其他的, 是吧? 我們要先做甚麼, 我們要先做到的一道步, 在哪裏, 會讓我們再研究給我們